11月23 买上9点 多一点吧 今天一天都在晃 但是晃得很紧促 一点单独这种时间没有 这种空闲时间有可能几分钟 其实可以去专门找时间 但是意愿不强所以就拖到晚上 我其实不喜欢晚上的假路 假路的这个老拍子都在家里面说话的时候 他感觉不是那么放松 就是还是不习惯这种 有意思 刚才我可以看一下今天看的视频 还有这个听的一些这个讲座什么的 这几条书看的不多吧 但是听这些大学教授讲课的是听了不少 早上听那个葛建雄 讲那个地理发展 也不知道他跟谁是在什么场合下讲的 讲这种 讲这种 完全是不能盲目的去 就搞这种大国主义 什么这种哪个国家一直引领世界啊 他一个讲中国的这种地理局限啊 他的很多这种想法呢 都跟那本叫什么枪炮和细菌 枪炮钢铁细菌 有这种精神上的一种相通 但是他不如那本书说的详细和深入 因为他本身不是搞这种基因研究啊 或者是植物学啊这东西 这方面数据他们有 他只是从地理角度 因为他是搞这种国家 地理历史的历史地理上的 所以他从他专业角度上去 去去去阐述了一下 试试情况 嗯 还行 嗯 那一个下午 下午有一只坐地铁 听了迷迷不动动啊 先坐公交又坐地铁又坐公交 一段一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演讲 正好全听了 这个也没全听 这哥们应该是个卖客 他卖多少钱我不知道 讲这个 我都不知道讲啥 就是说人应该放眼天下 才能无为 不被自己为别人 才能达到自己的成功 就是那 驴唇不对麻嘴 但是还讲的阵阵有词 说这个一开始讲课 人多少多少 后来再减少 因为大家都很很忙 不知道把这个经历 应该投入到这种学习上去 说这种 应该就人应该不停地向前奋进 嗯 人向好的一面去努力 是没问题的 但是好的一面是什么 不应该这么笃定 啊 其实对我看来就是妖言惑众 去骗钱的 因为我是详细的听了一个多小时 他不听得到这 他还举了一段什么诗经 就那块 桃之灼灼 其什么其化 其实 然后知子于归 一世一家 类似于那段 说这个 笔边的归 是讲什么什么东西 这么一个诗经 是吧 是一个浪漫主义的 对爱情 对生命的一种 最淳朴的一种表达 他居然能规划到这种 就是儒家还是什么家的这种 这种 说 但是这样课可能也会卖出去 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会有 受众去 啊 然后晚上 又出去喝了个酒 但没没喝多 一次一次喝点 看我的状态也不像喝多的样 朋友来了那么就 我感觉这个 出于本心的就是想想想想想 想和朋友交流交流 实际性意义是没有 心里需要 上周你看喝那个吊样 实在也不喝酒 但虽然没喝 没喝多少 意思意思喝点 但是也是喝酒 什么玩意儿 嗯 嗯 我一下子想说的 哦 太累 这两天晃了不然去公司想 坚持一下这这这啥也不行 就可能主要是中午这个觉 我不睡很难受 很重要这个东西 就身体这种精力不够了 上午就晃一圈吧 到中午如果不 就停下来 就是全放松了 能休个半小时一小时 哪怕桌子上趴一会儿没有 太乱 一乱之后你睡不沉 达不到个效果 身体受不了 哦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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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